這個問題交給出家人有點難度 不過呢 我們可以依照經典來講 這個當然喔 我們觀察 比方說佛門的祖師 他畢竟面對大部分的 都是在家的學子 要不要跟他們談這些問題啊 要啊 我還是得談 不是 我要與這些祖師們的教會 來談這個問題 你看 應光祖師都有強調 就是淨祖宗十三祖 大四至菩薩希望三聖之一 大四至菩薩帶來了 他比方說他勸女子啊 除非你有非常堅定的決心 你都不會動情了 不然你還是找點家 為什麼 早點家比較好找對象啊 等到你三十幾 四十幾了 你就不好找對象了 我們今天早上複習一下 什麼事都有十幾了 你不能錯過了這個找對象的十幾了 你看 雖然他是出家人 他對於每一個在家的人 他是很體恤他的情況 哇 所以我看這些教會 我也很很吃驚啊 哎呦 談得這麼深入啊 包含還勸人啊 你當父母的啊 你的孩子要結婚了 你只能給人家提建議 你不要逼他啊 到時候他嫁得出什麼問題 你就倒楣了 都是你害我的 你看這種人情啊 連父母都要拿捏好你自己的分寸 這個祖書都有教啊 那古人提到了 男有分 女有歸 這個是禮運大同篇當中講的 那為什麼說女有歸呢 女子他情感面呢 比較強 你讓他呢 有個歸宿了 他心比較能安定下來 這個是符合人性的一個提醒啊 當然 這些問題啊 剛剛李校長講的 這是很個人的問題啊 我們還是要尊重個人 你不能去強迫他 到時候生了時候出問題 找你了 你看我現在錢不夠了 來 錢 我想呢 首先啊 政府啊 也要重視這些問題 你看下一代壓力這麼大了 哇 還沒走路婚姻 好像幾座大山就擺在他面前 但是真正愛民的官員 他會考慮這些問題 我有見過一些這樣的官員 他就會去跟這些房地產啊 溝通 然後推出呢 比較延價的住宅 其實啊 有沒有心啊 你說現在空著的房子多不多 你有心的話呢 這官員就能夠去促成一些因緣事件 其實你說那些房子都沒有賣出去 請問他有沒有壓力 都有啊 有心人就可以促成這些好的緣 那他可能房子上的壓力也減低了 這個台灣的物價 波動不是太大 我記得我24年前 交出的時候啊 我的薪水 4萬多啊 現在已經過了24年了 4萬多在台灣還是可以活耶 20多年過去了 他物價波動不是太大 所以這是從政府的層面 能不能為整個社會 尤其下一代減壓 你說 嗯 你看 這些官員 官員 請問大家 官員從那裡來的 從家裡出來的 從學校培養出來的 所以現在教弟子規重不重要 知道重要了 假如我們教職來的學生 只有分數分數分數 我要拿到學歷 我要考上名校 我要賺大錢 我要當大官 你說他會 為老百姓辦這些事嗎 這些事都要用不少心血哦 他有愛民之心呢 他才會辦哦 所以 這位老師 你們認眾而道遠 當然我也是 我們認眾而道遠 我這句話講錯了 我們認眾而道遠 好 好 那 這個首先 感謝我們 這一位 歷史老師 他給我們表很好的法 他給我們表很好的法 忐忐忑 不安 到底我有沒有浪費到大家的時間 有回饋 有回饋的收穫 對上課的人 他可能覺得 大家有收穫 應該多來講一點 所以剛剛吃飯 大家有沒有 看到李教掌 李教掌 講得好啊 讓我熱血沸騰 充滿正能量 這個林老神老的精神 已經融入我的血脈之中了 哇 這個 李教掌聽得太高興了 哈哈大笑 嚴壽十年 對啊 古人有時候你每天三大笑 會嚴嚴益壽的 這有道理了 喜身羊 歡喜啊 大笑 哇 洋氣就上來了 動身羊 你看現在的人啊 不喜歡運動啊 就沒什麼活力的 筋骨都 都很緊啊 所以剛剛我們主辦單位很用心 上課以前讓大家拍一拍 動一動 還有善身羊 師筆壽啊 更有 他在行善的過程 別人對他的感謝肯定 他的這個 這個陽氣啊 都會 上升 還有什麼生羊呢 還有什麼生羊呢 還是聽我王大夫來講 他比較專業 好 那再來呢 我們我們終於知道啊 這個老師為什麼可以六十六歲活成三十四歲 因為他忘了他自己了 忘了自己幾歲了 這個是孔子有說 發憤忘死 樂以忘憂 不知老子將至於呢 他不知道自己幾歲了 忘了年齡了 好 那剛剛我們李校長已經解答了 這些草莓族 啃老族 躺平主是結果 原因是什麼 我們今天再複習一下 萬法 因緣生 他一定有他的因跟緣 主要的因在哪 在哪 家庭 你看我的席氣又來 要給人家考試了 在家庭 但是父母啊 他也不懂 所以這個草莓族啃老族啊 有可能是 父母學歷很高 家庭經濟很好 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也會哦 所以他讓孩子 什麼都不用做了 校長剛剛講的 什麼都不用做了 他沒有生活的鍛鍊 甚至於他覺得 我老爸 我花三輩子都花不完了 我有什麼好努力的 所以 所以古人都是要常富交族 所以富貴人的子弟 比貧窮人的子弟更難交 他容易不努力啊 他容易啊 交有錢啊 所以 segregationists 國賭 贏 玩樂 慾 放育 所以 從家庭跟學校的角度啊 一定要先理智啊 從小理智 從小呢 校長剛剛提到 他要鍛鍊 让他有做事的锻炼 诸子之家歌言 我们外面有这些书籍 第一句话就说了 黎明及其 洒少停除 要内外整齐 整洁 所以孩子随时从家庭当中 他就有一种责任感 我对家是有责任的 我应该尽一点力量 一个孩子在家里很有责任感 他到学校去会不会主动帮助老师 会 这个就是很习惯的 主动去服务 他有这种主动服务的心 有这种责任心 那他就不会出现这种草莓族 草莓族就是抗压力很低的 所以你变成从小让他锻炼 他就有信心 其实说实在的 我以前也没什么信心 因为我的锻炼太少 从小我想动一下手 我奶奶就说 不用了 我奶奶一插手 我妈妈就出手了 我妈妈一出手 我两个姐姐就出手了 所以我插不上手 横批借口 是我自己不懂事 还是没有主动锻炼自己 反而是后来 这二十多年 断念比较多 反而自己的信心 提起来 比较敢面对事情 所以人面对事情 解决事情的态度 他也是慢慢磨练出来的 所以我们体会到 我们现在面对的孩子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海 我们也要耐心 陪伴他 慢慢把信心建立起来 在锻炼的过程 也要给他一些肯定 不然可能他做一下 觉得不行 而退回去了 都要有一个陪伴的过程 他才能转变过来 好 那当然了 我们也要 可以发挥相关而善 一个班级当中 一定有一些特别勤奋的 你肯定他 也会带动 其他的同学 那肯老就是 没有知恩报恩 所以孝道的教育 太重要了 亲所好 立未居 他有孝心的时候 他就会希望 父母欢喜 父母希望他成绩好 他会努力 父母希望他人际关心 结合 他就不会去跟人家分好 所以一个人的 一种对事能够懂得去 尽心尽力的态度 根源也在效到 所以摆善孝为先 这句话 首先第一个是 摆善一定要从孝开 第二呢 是这个孝先开了 摆善会跟着开 这个在课程当中 我再分析给大家听 不然可能就只能回答一个问题 这个再跟大家来交流 那我们拉回下午 校长的课程 神老 领老 他们人生面对的境界考验大不大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能 去面对 甚至很乐观的 去解决它 因为他们受的是传统的教育 这个就是他们的因缘 大家有没有感觉 那一辈人 好像肩膀比较硬 你看 他形成了一种 人格 人生态度 好 那 在这个时代 树立榜样很重要 所以大家一看到我们 李校长 庄校长 廖校长 你们应该是很有信心 你看他们干了 连退休之后都这么 欢喜继续干 所以退休之后 是教学的第二村 那小孩也要有榜样 我们呢 现在刚刚分析到了 家长也不懂 我们就好人做到底了 送佛送到西 所以我们要互念家长 让他知道教育的观念 所以我们几位校长 他们在任的时候 就办夜学 夜学还没讲到 明天 明天好戏登场 大家 请大家 震重期待 你要办夜学 家长慢慢慢慢就 一提醒 哪有家长 不会还是好的 你一提醒 你这样会宠坏他的 你这样会造成 他后面什么影响呢 他可能就醒过来了 人不学 也不知道啊 当父母也得学啊 就好像我们要当老师 也要到师范学院 学很多教育的观念 方法了 好 那我自己最近接触了十几位 胎教的孩子 有一个刚结婚的年轻人 刚好我找了这些胎教的孩子来聚会 当时候有七个孩子 两对父母都很重视 从胎教开始 结果呢 这一对新婚夫妻啊 这个丈夫突然 这面有这么乖的孩子啊 哎呀 没事我回到爸爸妈妈家 我姐姐那家孩子 我的头都快炸了 真的哦 那个胎教的孩子啊 我见了这十几位啊 我没看过他们有情绪的表现 没有闹脾气的 所以 十节因缘很重要啊 重视胎教 这老教授有讲 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 重视三岁以前呢 可以出贤人 三岁以后啊 可以交成君子 诸位老师 亡羊补牢 游位玩羊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所以我们了解 整个孩子 他的心偏在哪 现在要 互念孩子要多管几下 你从他身上跟你的缘 是一个下手点 他的父母又是一个下手点 你形成班级的氛围 班级的同学会带动他 多管齐下 我们有一心为孩子好的心啊 一定感得 我们的祖先 包含孩子的祖先 都会来 批应 来帮助 那最后谈到这个年轻人 这个不结婚 还要考虑一个重点 为什么古人说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因为毕竟 因为毕竟啊 影时男女啊 人是大欲 存烟啊 所以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其实 对一个社会来讲啊 还是 蛮重要的一种 安定的 一个做法 假如很多都不结婚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欲求啊 整个社会的风气啊 会非常乱 而且啊 对他们很不好 你看 这个堕胎的数字很惊人 那把他的福报啊 都折了一大半去了 所以我们也得提醒孩子 不能干了 这种折掉半身福报的事情出来 虎毒都不食指啊 那你既然 这个要对自己负责了 你也不能玩弄感情了 那怎么把婚姻经营好 也要看他的担忧在哪些地方 可以跟他探讨 安他的心 给他一种希望 尤其 其实我们都会 落入一种 当前社会的 一种 集体思维 好像都觉得 要很多钱 才能怎么样 其实我们也见过啊 很节俭 收入不高 可是啊 这样的夫妻还买房子 我也观察过 有些收入不高啊 但是呢 买好几栋房子 但是也观察到哦 夫妻收入都很高 但是买不了房子 这跟什么 老祖宗留下来 勤俭为 持家 之本 有关系 假如你的整个消费啊 都随着社会 比较奢侈的一种风气 你当然会 花不够啦 你不要去跟人家攀比嘛 你就不会陷入这种 洪流当中 老教授 讲经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美国呢 你收入三千多啊 你是住在这样的社区 你五千多了 他一定搬到另外的社区 再来七千了 再搬一个社区 结果钱都 留到买房子去了 假如他七千多的时候 他还是住本来那个房子 你看他 日子好不好过 所以 我们上一代人哦 一个爸爸赚 七个孩子 活得好好的 现在呢 两个人赚 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喘不过去来 当然有他外在的因素 可是也有家庭当中 值得思考的问题 好 谢谢大家